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跟大家讲 如果假设某一个新闻事件 它很重要的话 我还是必须要点出来 现在最红 不是最红 应该说现在闹哄哄的 吵得最沸沸扬扬的 对 没有错 我跟大家讲 连什么大学教授 怎么砍高的 他们都跳下去 为什么来 我们看一下 这件事情 请一定要很好的正视他 江老师跟你讲 你看喔 连教授都挺学生 打卡四同公价 也就是你没来 没那么快 你看喔 学生去占领立法院 有没有 连教授都挺他 我们暂且不论 到底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但是这件事情 它后续的发展是什么 等一下江老师要跟你论述喔 所以你看喔 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 那个学生翻围墙 战义场 然后王金平说 不良示范 很遗憾 那当然他里面的 那个学生的诉求很简单啊 他就是不满服帽 协议 黑箱 省议嘛 这是那学生的诉求 很明显 是这样 好 那这时候来了 江老师 我有专门到电视吗 没有 这不是争论节目 但是江老师要跟你讲 你知道吗 现在有一群人现在特别忙 欣妮给你猜猜看谁特别忙 知道吗 不知道 对不对 我跟你讲啦 外资的那个分析师 现在在下报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件事情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到底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现在外资的研究员现在正在写报告 那至于报告写什么样 那当然就看 接下来这个新闻 到底这个新闻事件怎么样发展 所以请你记得 这件事情 请你放在心里面 但是不用害怕 为什么 江老师既然点出来 当然就是要告诉你解决的方法嘛 对不对 不能点出来干嘛 就是要安你的心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教育心法 告诉江老师 什么 Be a trader 当个交易员 我跟你讲 你不要去当政论节目的来宾 你也不要当新闻评论员 那没有用 因为为什么 我们是要进场去做交易 是为了要赚钱的 不管你是偏蓝的也好 或者是你偏绿的也好 都不管 但是请你记得 面对场上 市场永远是对的 如果假设这件事情 发生的太严重 外资在烙跑的时候怎么办 Be a trader 懂吗 一定要告诉自己 你是个交易员 该做什么动作 就一定要做什么动作 所以就是顺着市场操作 对 没有错 市场永远是对的 市场在烙跑 你就跟着烙跑 不然你有搞过 你的狡猾 我跟你讲 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交易心法又告诉我 请你记得你要去掌控局面 而不是局面来掌控你 真的很重要 那什么叫掌控局面 如果发现了 K棒的颜色开始慢慢在转弯的时候 怎么办 不要忘记了 要把你的阿兵哥拉出来 你的阿兵哥是谁 当然就是你的钱 了解意思吗 不要傻傻的把你的钱放在市场上 然后被人家打来打去的 这样比较开心吗 当然没有 对不对 所以姜耀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 跟你解析一下 新闻层次的那些新闻事件 但是重点是什么 我没在交易 很easy的去看这个新闻事件 但是请你记得 姜耀老师教你的交易心法 请你去掌控局面 而不要让局面来掌控你 不然的话 就像今天上规指数来一个开高走低 你现在是不是在那儿坚定啊 我手头的美丽要怎么办 我手头的世界现金要怎么办 是不是又开始坚定啊 为什么都跌停板 那这时候怎么办 等一下姜耀老师再跟你分享 到底怎么办 好不好 所以请你记得 be a trader 哦 姜耀老师一开始就先把这个东西把它点出来 好 那另外一个 姜耀老师不是跟你讲 如果假设今天拉高结算 就是不利多方 好理加债 感觉没有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盘式还是怎样 还是区间震荡整理 感觉好像今天好像很弱 但是它还是一样 横在这个地方啊 没有太大的变化 连续在这边多久了 12天了 我有去算过 12天 跳去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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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方向 所以还是区间震荡整理 好 那另外一个 姜耀老师要提醒大家 另外一个 是不是四月份 换仓了 对不对 今天三月份结算 四月份是不是要换仓了 对不对 你现在是不是在猜 健安老师 你是不是又要在玩那个游戏 可没有 不要乱打电话 姜耀老师要跟你讲 四月份合约 到底多空双方 换仓的成本 你知道换在哪边吗 我相信你一定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学员 明天一早 他一定知道 为什么 因为健安老师会算给他们 算给他们完之后 有没有 只要透过工具 有一个功能 叫做盘中交选营的功能 他会第一手资料 他就知道了 这样了解 那我们的学员 要记得要保密 你知道之后 咱们会跟你的朋友说 不然你的全力就收损了 所以四月份合约 换仓成本 到底换在哪边 只要你是我们的家族成员 明天早上 你一定第一手资料就拿到了 这样了解 好 最后我再提醒一件事情好不好 今天这个大盘 真的健安老师 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解它 因为其实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新闻事件 健安老师喜欢从大方向来看 我们台股的一个发展 很久没有看美元指数了 对不对 对 好久了 对不对 好 所以今天健安老师跟你讲 不一样的东西 让你看一下 到底接下来盘是 safe的 还是不safe的 先从资金面来看 应该说这个月是不是还有一次 美国QE到底有没有要缩减购债规模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之前说开始要减少 购买债券之后 你有没有去盯美元指数啊 应该没有 对不对 打屁股 这样老师教你 你都没有认真听 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从1月底 2月初开始之后 美元指数碰到81块的高点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在干嘛 诶 那一直在倒退路 对不对 倒退路到现在已经变79块半了 81块一直倒退路到79块半 那表示什么 诶 啊QE不是要退场吗 那如果QE退场的话 是全世界的资金要往美国跑啊 但是问题 美元指数有告诉你这个现象吗 并没有啊 所以重点在哪边 记得 等一下今天老师再给你讲一个结论 好 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欧元对美元的汇率 我问大家的问题 涨还是跌 涨对不对 那表示什么 诶 很明显的欧元没有被弃守啊 而是欧元被升值 被升值 钱当然就跑到欧洲去啦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如果就以大方向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资金是不予匮乏的 也就是说还是有资金行情 你不用太担心QE到底有没有要退场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钱还在 好 这时候来了 你看 外在资金是这么样的不予匮乏 但是我们内部自己本身有一个新闻事件 所以这时候怎么做 当然还是要看K棒的颜色嘛 运用正确的方法 建议老师跟你讲了这么多的一些 一个点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你知道 到底这些点到底反映出来是利多还是利空 还是一样 这样老师常说过的 所有的答案都写在盘面上 今天你做当冲的 你是不是又被电到了一次 为什么 你感觉好像要冲进去了 结果今天一开盘 哇 你又是在上一个最关键 最高点就是开盘那一瞬间 8741点完之后就开始倒退路了 掉下来之后 掉到8684点 这样子又59点 又50几点又不见了 很恐怖 一个小时就把你的口袋的钱掏走 你都不会觉得很恐怖 然后完了之后完全没有办法让你翻身 为什么 因为就没有坡洞了 就会躺在那个地方 但是如果你运用正确的方法 你会去追多吗 不会 因为它是黄K棒 它不是红K棒 所以你根本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去做追多的动作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运用正确的方法 你觉得会搭配吗 不会吧 就只有你自己用你的感觉会搭配而已 这样了解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江老师跟你讲 区间震荡持续 外面的资金还是不于匮乏 但是台湾本身这个内部的因素 请你一定要考虑进去 所以最后一个结论就是 请你记得 Be a trader 不要忘记了 你要去掌控局面 而不是局面来掌控你 所有的答案全部都会写在K棒的颜色当中 但今天台北股市的局面就是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大家很好奇谁在卖 好的 这时候来了 江老师有说过 这一阵子根本就是外资根本不参与其中 就是那一只手一直在控牌 切来切过去 目的是怎样 当然是会刀床 还是会刀床床床 要给平仓出场 今天已经结算完 总算结算完了 这时候就看明天了 所以三大法人也没有落跑 尤其是外资的部分 我们赶快看下去 到底有没有跑 来 答案揭晓 有没有有走吗 有啦 有算一点点 才卖超10亿而已还可以 200人攻占立法院 完完就变1000人 所以卖超10亿的时候 起码还OK 没有卖超太多 但是请你记得后续的发展很重要 不要掉以轻心 投薪的部分 卖超5.8亿 资金商卖超4.3亿 那今天 哎呦对不起 今天总共是卖超了20亿 那今天是不是下跌了40点呢 所以咧 重点在那边 感觉好像有另外一组人 也出来到货 为什么 也是会怕啦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谁不怕 当然怕啊 所以你没有发现 哎呦 当一个教育员这么重要 当一个教育员真的很重要 该做什么动作 就要做什么动作 好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刚换完仓 所以你没有发现 健爱老师故意空白的 为什么 你知道吗 故意的留白一下 让你知道 到底外资今天偏空操作的2478口 到底一开仓的时候呢 是留有多单 还是留有空单 等一下再告诉你 够意的哦 那今天投信 偏空操作118 资金商偏空操作792口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到底这样子的结算下来之后 我们的一开仓 三大法人 到底是留多还是留空 猜猜看 给你猜好了 欣语你觉得是会 欣语你猜猜看 到底是会留多还是留空 不知道 真聪明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是最安全的一个打法 来 我们看一下 选择权的一个部分 一样的 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会告诉你 到底 进多单还是进空单 那外资今天偏多操作了3500多口 投信偏空操作2600 然后资金商偏空操作了9000多口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等一下再留待一下 到底有没有进多单还是进空单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好 那另外一个看 第四个筹码了 第四个筹码 Poco Ratio 的部分 来 等一下 Poco Ratio 昨天是不是1.33 对不对 有拉到1.33 算很高 那今天结算完之后 最新的Poco Ratio 还是蛮高的喔 1.13 我们有说过 只要Poco Ratio 大于1的话 基本上就是什么 就是有利多方 所以1.13的话 我们就给它一个中性偏多 来看待 1.13的部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筹码面的一个看法 好 针对期货这种以及选择权 刚刚健安叫我猜嘛 不如你猜猜看 猜猜看 一定是进多单 对不对 没有错 对不对 好 其实在这边答案揭晓 这我们刚刚收到一个最新的数字了 来 我们看一下 把它看一下 看健安老师厉不厉害 有看到吗 健安老师厉害喔 健安老师不用用猜的 我光知道这几天的筹码也知道 进多单一开仓就1万口 也就是说 今天4月份已经换完仓了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健安老师昨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忘记了 对不对 拉高结算是不是不利多方 结果今天拉下来之后 你看 一换仓就换多单 那你觉得 重点在哪边 知道吧 所以请你记得 健安老师教你的 请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好不好 好 偏多留仓了1万口 然后呢 投信偏多774 然后 自信上偏空留仓将近4千口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也将近有6千口的一个进多单 所以一开仓还不错 就来到一个6千口的一个中高水位 所以我们就给它中信变多来看待 好 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 选择权的部分 今天一开仓一样的 外资一开仓就留有多单3万7 自信商留有多单1万3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也是将近5万口的一个中高水位 还不错 所以 期货的部分6千口 然后选择权的部分6万口 所以咧 中信偏多嘛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整个筹码看完之后 就很明显了 如果假设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 就是还是区间震荡 但是现在筹码看起来是偏多的一个部分 好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八大光骨航库的部分 来 八大光骨航库的部分 昨天三大法人是买超嘛 所以八大光骨航库当然就是站在卖超 卖超了4.2亿 4.2亿 好 最后 江老师还是要把K棒的颜色做一下胶带 但是当你看到的时候 你不要从沙发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的时候 你应该会从沙发掉下来 怎么说 江老师常说过了 只要日线级的K棒没有变颜色的话 请你记得都还是往多方思考 一样 直接给答案 答案揭晓 还是一样多方趋势 你看几天了 7 2 3 4 5 6 7 8 9 10 连续10天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压力线 在这个地方画一个支撑线 就在那边鬼混了 有没有发现 总共在这边撑了10天 完全没有方向 期待明天之后 有没有多空 希望能够表态 也就是说明天真的很关键 明天如果关键的一个点位出来之后 有没有 哪个关键点位 忘记了 当然是4月份 合约换唱成本嘛 你如果知道的话 我相信 你在操作期货的过程当中 方向感就会比较明确 好 所以说在整个大盘 看完之后 大家又很好奇 在现股的部分 又怎么样来操作会比较好 好的 因为今天很多的基优股 其实卖压非常的沉重 没错 尤其是投信的 中小勤股 大家都知道 中小勤股之前 不是投信都任养吗 结果任养 我怎么会弃养的感觉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一定在紧张 再来啊 建安老师教你的是什么 建安老师不喜欢解盘给你听 我希望跟你分享 让你学会如何做交易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跟你讲什么 来 建安老师跟你讲 一开始跟你讲什么 Be a trader 当个交易员 不要去人云亦云 也不要人家嗨你 跟着嗨 新闻事件 你就把它当做新闻事件 就在交易这件事情上面 你就是个交易员 千万不要被你自己的意识形态所绑住 不然的话很容易 你就没有办法去掌控全局 而是局面来掌控你 这个很重要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建安老师不喜欢解盘给你听 因为解盘绝对不等于交易 这时候如果可以的话 各位请导播帮我上两档股票 一档股票就可以了 一档股票 今天盘中的是莫大跌停 尾盘的时候感觉还蛮弱的 就是2439的美率 可以帮我打一下它的日内走势图吗 好 日内走势图 你看今天送一个黑K棒很恐怖 对不对 那日内走势图是不是发现 怎么一直掉下来对不对 可以帮我上一下它的日内 就今天的走势图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上 分时走势的部分 今天确实是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结果到了尾盘收盘的时候 竟然还跌停 其实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美率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毕竟在今天 是一根大量的长黑K棒 是跌破所有的短期均线 好的 没关系 可能江老师的密码打不过去 不过最起码知道它是个黑K棒 那如果它是个黑K棒 那如果它是个黑K棒 表示今天一定很差嘛 今天尾盘的时候 几乎是跌停所持 好 那这时候 为什么江老师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你是不是看了电视 江老师是不是讲美率 对不对 那你就美率也可以买 你就买买 不知道进 不知道出的时候怎么办 今天又跌停 卡住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看电视 你只看了一半而已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江老师怎么操作嘛 你怎么知道江老师是进 在哪里进 在哪里出 江老师只能告诉你说 它是强势股 但是你到底要怎么做 当然是要运用正确的方法 来做操作啊 有没有印象 有一档股票叫三星充啊 当然不是三星充 叫三星 5007的三星啊 之前江老师在跟你介绍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来一个开高走低 很恐怖 很恐怖 然后晚了之后 收了好多根的黑K棒 那如果假设 你没有正确的方法 你这种股票 你抱得住吗 你不要骗我了 你破得住更奇怪 但是江老师把K棒的颜色 把它冻上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帮他穿衣服之后 感觉不一样 你会发现 江老师用一次给你看 如果没有K棒的颜色 只是单纯的一个K棒 我问大家的问题 你抱得到这边吗 你不要骗我了 但是如果你运用正确的方法 你可以从黄K棒变成红K棒 这一段的话 有经过一个蓝K棒 变成红K棒 是不是70.5 一路上来的时候 不管它当中是跌停也好 开高走低也好 或是怎样扯来扯去也好 你没发现 静悄悄就来到了90.6 光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20.1的价差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想不想知道美绿的K棒颜色长什么样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建安老师教你好不好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建安老师就是 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要告诉大家 你知道吗 每一次建安老师 为了要做这个讲座的时候 免费讲座 建安老师真的很用心 而且这一次的主题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怎么说 看了你就知道 来 他可以下这个手板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建安老师要告诉大家 总共三场讲座 台北 高雄 台中 这三场免费的活动 礼拜六礼拜天 总共三场 那要告诉你什么东西 第一个 当然就是要告诉你 怎么样善用工具 善用工具要干嘛 当然就是在操作 起握这件事情上面 如何当充 到底股票如何爆破断 最重要的另外一个 建安老师也要告诉你 怎么样做部位控制 你先听不懂 什么叫部位控制 你就听不懂 这时候 建安老师就是要告诉大家 第三个要告诉你什么 今天已经结算完了 结算完之后 行情到底要怎么走 所以这一次免费的讲座 你有没有发现 总共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 善用工具 如何做起握当充 如何报股票 第二个 会告诉你部位 到底要怎么控制 第三个 建安老师要告诉你 结算完之后 行情到底怎么走 你一定想知道 到底法人 换商成本换在哪个地方 对不对 建安老师还是要告诉你 你只要是 建安老师的家族成员 明天一早 你一定知道在哪边 而且搞不好 你就会马上加入 所以重点在哪边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请你记得 礼拜六 礼拜天这三场免费的活动 一定要报名参加 这三场免费的活动 建安老师常跟他讲 如果你不报名参加的话 我跟你说 人数一定会来很多 每一次一个人都用一台电脑 如果你没有报名的话 不好意思 你就坐在后面 看到后面的时候 人家拿二望远镜 真的是这样 有点夸张 只是说人真的蛮多的 所以等一下广告 请你记得打电话 好 那广告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最新出炉的一个数据 就是散户的多空力道了 在昨天散户其实是被咬住的 但是在今天 这散户似乎很聪明 因为回捕了不少的孔单 对 为什么 因为已经被结算完了 对 不回捕也没办法了 最新多少 带到了 好 -30.94% 表示什么 你看一开仓之后 外资流有多单 散户还是一样拼命空 可能是跟这个新闻事件有关系吧 我也不知道到 反正散户多空力道 就总是跟趋势做的 对着做 真是很讨厌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不要这么做好不好 那如果假设散户多空力道 当然我们要给他一个结论一下 还是一样中性偏多来看待 对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广告之后 带你看如何当冲 马上回来 要免费 网内懂人爱飞起 亚太关心你的福利 月租195 上网免费 手机免费 网内也免费 才设好福利 亚太福利网 FREE来上网 亚太电信 Samsung Galaxy Win Pro 搭配亚太电信福利195 只要三九九零 善用工具抓转折 顺势交易又坚持 理财铁则就这些 习惯成自然 叫嘴一点蛋吧 025068911 抗议 二五抗六 百九一银 分享请请赶快上Facebook搜寻 我的自由年代 自己拆解 一般牙刷裁切研磨 比较粗糙 容易造成 髮廊值及牙齦受损 我推荐 德恩奈吉净细丝牙刷 全新素材 一体成型 细丝刷毛 不伤髮廊值及牙齦 捷径长线 能伸入牙缝及牙齦勾 预防蛀 护影短线 能按摩牙齦清洁齿面 给牙齿双重保护 德奈吉净细丝牙刷 善用工具抓转折 顺势交易要坚持 理财铁则就这些 习惯成自然 教材一定贊吧 02-2506-8911 控衣25控衣百九一银 家嫂就要吃扫草 一定要配温开水 15分钟咳嗽奥姬嫂化痰 杀基火索飘 扫草 金合金胶囊 欢迎回来 接下来奇异局看台股单元 将大家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当充了 今天感觉起来是逆势盘 应该不好操作 对 没有错 欣敏实在太聪明 你看合作那么久之后 他大概有盘感了 越来越厉害 江老师还是教你 江老师就不念准则了 就直接告诉你 到底要怎么操作好不好 来 江老师跟你讲 来我们看一下15分钟的K棒 到底是长什么呀 江老师跟他讲 15分钟的K棒就是来判断盘式的 所以找盘是不是是多方孙式盘啊 经过了一根黄K棒之后 就变成一个空方孙式盘了 所以中间这一段根本就没摸到 所以我们就看前面跟后面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来了 前面如果是一个红色的K棒是要做多嘛 那江老师教你的准则是什么 当然是10分钟的K棒要黄K棒 转成红K棒之后进场做多哦 好 这时候江老师把它切到10分钟的K棒 那你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变成红K棒 来我们看一下 答案揭晓 有没有 并没有 沿路一开盘之后就是变黄K棒 哇哇哇哇哇 就一直杀下来杀下来 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江老师不是跟大家讲吗 黄K棒变成蓝K棒之后 今天696点平仓出场 基本上就是结算了 因为这个后面就没有跳动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小赚小赔 今天就安全下装 但是重点哦 今天有一群人 是开盘开在这个地方 觉得应该看起来又要倒装了 江老师跟你讲选择权的行情 你都没有记起来 结果你觉得要倒装了 哇 冲出去 你就被倒了 你被庄家倒了 所以有时候选择权的庄家 你真的要尊重他一下 江老师是不是跟你讲 8700是实质的压力 8800看不到 没有错吧 江老师没有落差对不对 所以当你把正确的方法 整个把它兜起来之后 如果假设你的K棒 还是不会变颜色的 你今天一定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又去追高 完了之后呢 设好停准架又杀低 怎么办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光看这个日内走势图 你会做吗 有啦 收完牌的时候我也知道 这把他放空了 这把他回补 这样就很败 这个都收完牌 我跟大家讲 江老师告诉你的 一个名言是什么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啊 收完牌的时候每个人都准啊 你也很准啊 那问题是 一开牌的时候 你如果不准的时候怎么办 你是不是就瞎懵乱操作了 对不对 所以重点在哪边 如果假设你在操作期货 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健安老师教你好不好 不关系机会 不关系股票 不关系普段 不关系东西 健安老师教你 就在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 总共有三场免费的活动 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内容真的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 善用工具来操作期货跟破断 呃 当作单或破断单 第二个 健安老师要告诉你 部位控制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有时候我还是要考考一下星云 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部位控制 跟什么东西有关你知道吗 嗯 不知道对 昨天我没有讲过一个散户的毛病 就是我的毛病 弱度紧张 对 你承认是你的毛 好啦 其实是他们的毛病 不是我们 我跟你讲 你如果假设面对盘事 你会穷紧张 就是这个东西你不会做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做部位控制 你相信我 也就是说你的坚定 我告诉你 第一个 你不会有正确的方法来操作 第二个 你的部位控制一定粒粒粒 我跟你讲保证的 重点是什么 如果假设你有 你昨天讲的那个毛病怎么办 当然健安老师就跟你解决嘛 第三个 还要告诉你 到底结算完之后 行情怎么做 真的很重要 结算后很重要 行情到底是要往上还是往下 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知道嘛 法人换商成本啊 我还是必须要讲一下 只要你是我们的学员 明天一早上 如果假设 建安老师没跟你讲的话 你漏电话过来 我没那么快 建安老师会一早就告诉你 所以 如果假设你们是我们的学员 你明天就知道 最重要的还是提醒大家 总共有这三场喔 礼拜六 礼拜天 台北高雄台中 这三场免费的活动 想要知道 怎么样的商用工具 来做期货跟股票的 想要知道 如何运用部位控制 来帮你解决穷紧张这件事情 还有最重要的 结算完之后行情到底要怎么走 这三个主题 有兴趣呢 等一下广告时间 一定要记得打电话 因为一个人用一台电脑 所以呢 报名的人数一定很多 所以一定要记得先打电话预约 这样才不会人客人 了解喔 好 那在今天呢 其实市场上的一个恐慌气氛 是比较重一些 似乎还有一些多杀多的感觉 那头真的很好奇的就是 明天呢 操作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好的 建安老师的看法还是这样 区间震荡还是持续 但是因为建安老师 现在还没有算出法人换当成本 我没有办法直接了当 跟你讲是震荡偏多 还是震荡偏空 但是看起来还是区间震荡 最重要的就是 请你记得 建安老师提醒你了 变成交易员 不要去让局面掌控喔 谢谢建安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ng